歌手朱莉晶为了即将来临的演唱会彩排 变唱近期火红的歌曲 Let me go Let me go Don't you let me burn out of me anyway 你是我的想要小蘋果 怎么爱你都不宣诺 红红的笑脸我们我的心我 点亮我生命的我 你是我的想要小蘋果 终生结婚对美的云朵 春天又来了吗 花开花生活 种下希望终会生活 师兄陈世安特地来探班 贴心准备鱼汤让miu的膝盖快快好 因为他之前膝盖受伤了 然后他其实还在复原当中 可是他每一次都很敬业的穿上高跟鞋 然后边唱边跳的 所以我有点担心他 那其实鱼汤尤其是很新鲜的鱼汤 其实可以快速的帮助补充 胶原蛋白还有高蛋白 所以我觉得今天带这个 真的是为了希望他赶快痊愈 他很厉害 吃的问他就对了 所以会担心到说演唱会太嗨 然后就是 究竟又复发 会 但是唱完再说 所以医生都说我们不听话 但是我还是希望 虽然说有 因为实际上是真的上台的时候啊 因为肾上腺素肌症的关系 所以当场并不会觉得 那么的不舒服 那当然我也知道下台以后 一定会很痛苦 可是在台上没有办法 就是忍耐 就会暂时忘记那些 然后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因为 所以大家就是 有些人坐很远的车 然后有些人排开了时间 来看这场演唱会 所以我也应该要拿出全部的力气 我们请师兄来点评一下 师妹所演唱的小苹果 听到想说 欸我怎么没听过这首歌 后来才发现 喔因为改编吧 整个歌的感觉都完全不一样了 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复合式餐厅的概念 就是会有各式各样的风格 但是还是维持在一个 mew女神的状态 谢谢 打分吗 嗯 我觉得 好好说 我觉得 今天应该有80分了 加上当天的 一些舞蹈 然后她的信心 然后跟大家的互动 我相信就满分100分 谢谢 WOW NEWS新闻网采访报道 请不打电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